automot 7 的朋友们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这个每周360的时段了啦 今天还是我小明带大家回顾上周车谈的这些重点新闻 不过在这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朋友们 点击一下下方的这个订阅的按钮 顺便打开那个小铃铛啊 所以有最新的影片的话 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好啦 现在就让我来为大家报新闻 第一则新闻 BMW 3系列里面最亲民最入门的 BMW 320i Sport 在我国推出升级版了 那这个新版本主要是在这个配备上进行了升级 因此在外观上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啦 还是使用这个Sport版本的套件 而采用M Sport套件的330i 还有这个330音像比 它是长到稍微比较斯文内敛 不过其实整体看起来我是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蛮运动化一下的 而且依旧被有像是这个主动式LED头灯啊 LED尾灯啊 LED 雾灯 还有这个Sport 方面也是一个18寸 整体看起来还是有那个attest感的 而这个升级版的精华就在它的内装部分了 因为这回BMW Malaysia就大手笔为它upgrade了 和这个3301还有330i一样的 12.3寸数位化仪表盘 这个和原本的那个双环式传统仪表相比 真的是高级了很多 介面显示上也更加的丰富了 我是觉得整体是更加的好用啦 不止如此 旁边的这个主机屏幕也从之前的8.8寸升级成了10.25寸 并且换成搭载最新的这个iDrive 7.0系统 支援OTA线上更新 以及可以使用这个Hey BMW 声控控制车子部分的这个功能啦 这个东西被称为Intelligent Personal Assistant 智能辅助系统 还有就是能够在你发生意外的时候 帮你自动拨打紧急热线的 BMW Connected Drive 功能 其实在去年这个BMW Malaysia 就已经是为这个320i升级过一次了 当时是添加这个Driving Assistant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拥有像是车道偏移警示还有车道偏移辅助 前方碰撞预警 自动紧急刹车 还有倒车横向来车盲点侦测 与碰撞预防等等的功能 以及我个人觉得相当实用的这个Reversing Assistant 自动倒车功能 而且它的这个识别度其实是蛮高的 这些东西自然也是出现在这个最新的2021版本上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说这个最新的2021版本呢 多了很多东西 但是之前2020版的那个无线手机充电插座呢 这一回是被拿掉了 我国的320i Sport 搭载的是2.0公升的低功率 Twin Power温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它的最大马力是184hp 峰值扭力则是300Nm 并搭配来自ZF的八速自排 以及纯后驱的一个设定 零摆加速为7.1秒 急速方面则是230kmh 那这个升级版有没有加价呢 有的 加了一个4000块 在豁免SST以后的它的价格是 23764令吉 整体看起来还是挺吸引人的啦 不过呢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个价钱给到你呢 是一个两年的无线里数保护期而已 如果你要之前的那个5年warranty 加5年的免费service的配套的话呢 就要加价 加到来的话就是 243,899 贵蛮多的 与此同时 同一家的mini Malaysia 也在上个星期为这个小改款的 Cooper 追加了John Cooper Works 版本 那这回最新的JCW 分别有Trido JCW 以及Countryman JCW两个车型 都是所谓的2021升级版本啦 那这个升级版主要是跟上了 小改款mini的脚步 采用了新的前后保险感设计 除了比普通版更具有运动氛围以外 原厂还宣称它的设计有利于 空气动力学表现 同时 JCW 也采用了18寸的锻造轻量化轮圈 并匹配Goodyear 的高性能Run Flat轮胎 里面还有Brenbo 代工的红色JCW 四活塞大暴雨刹车卡件 暗示了它的性能身份 其他像是这个招牌的原型LED头灯 英国国旗LED尾灯 双出排气围管 还有这个双色车顶等 招牌的mini元素都没有缺席 而内装方面也是和小改款的mini一样 包括导入了最新的数码仪表盘 8.8寸的mini一乐主机 可以显示更多资讯的HUD抬头显示器 并且多了手机无线充电插座 当然 JCW 专属的运动铜椅 还有气氛氛围灯 全景贴双 12G Harmone Kardon 高级音响等配备 都依旧获得保留 不过更重要的是这回小改款的JCW 车型 一样新增了Driving Assistant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功能方面包含了像是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偏移警示 还有高灯开启辅助等等的功能 这方面真的是要给这个原厂一个赞 而在动力部分 3Dol 的JCW 还有Countryman JCW 一样都是搭载代号B48的高功率 2.0 Twin Power 涡轮引擎 并同样搭配8速的Steptronic 自拍 输出还有0百加速方面 这两个车型是有所不同的 大家可以参考这一个列表 此外这回小改款的JCW 它的主动式电子悬吊也经过重新调校 在吸震能力方面是比起之间好了10% 就不知道会不会没有像以前那样弹跳了呢? 小个款迷你JCW 车型在我国的价格分别是 311,259 令吉 以及Countryman JCW 的这个 383,463 令吉 老实说你不要看这款车QQ这样子 它的整体实力其实是相当的强悍的 尤其是它的那个排气声浪 那个砰砰砰砰砰的会获声啊 至今还是让我回味无穷 如果你想要一台长得比较粗重的这个Hot Hatch 钢炮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这个JCW 你值得拥有 第三则新闻 哎哟 Voxwagon Malaysia 最近有一点积极哦 那在早前官方宣布了公开接受这个小改款 Arteon 的预定之后呢 现在又有这张网友传出的叠照 小改款的Voxwagon T-Guan 那T-Guan 算是目前Voxwagon 在全球的一个主力车款啊 它是基于这一个品牌最新的MQV 平台打造而成 是一款标准的C-Segment SUV 车型 对手方面就有像是这个Honda CR-V 还有在我国能见度很高的这个Mazda CX-5 Toyota RAV4 等等 而T-Guan 这一款车呢 也算是在我国能见度比较高的VW啦 Voxwagon Malaysia 在早前更在我国追加了7人座的这个T-Guan Old Space 并且在稍后直接取代这个5人座的版本 那这一回被网友目击到的这个小改款啊 其实是早在去年就已经在外博登场的2020版本 那这个小改款最主要的改变就是它的整个前脸造型是截然不同的 采用了这个类似Batai Golf 的头灯组设计 搭配整个很有张力的一个保险感设计 整个车头看起来算是精神了很多 至于车尾的部分则是改动不大 只是换上了同样也是这个Family Style 的维灯组设计 看起来比较时髦了啦 而在内装方面呢 这个小改款的T-Guan 也是没有什么大跟动 主要是在一些细节上有了update 像是采用这个最新的家族式方向盘 它的button可是有hot touch的哦 还有就是之前那个三环式炫钮设计的主船空调面板呢 也是换成了一个hot touch的设计 这个和这个最新的小改款Arton 是一样的啦 然后我也注意到这个国外的小改款T-Guan 采用的排档杆设计 也是有所不同了 虽然还是一个传统的Gun啊 我过的这个T-Guan 车系目前是具有1.4公升 以及2.0公升两种引擎选择 输出方面大家可以参考这一个列表 那值得一提的是我过的这个2.0版本的T-Guan O-Space 2.0 R-Line 可是拥有4VOTION 全驱系统的 零百加速只需要6.8秒 算是一个稍微有性能气息的一个钢炮SUV 而这一回这个小改款预计将会同样是以这个CKD 本地组装形式来推出啦 至于会不会同时有这个5人座和7人座版本呢 这个目前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只能说拭目以待吧 不过话说这张流传出来的叠照的这个Bumper 有没有让你想起了什么车款 第四则新闻 新一代的SUVARU WX 预告来的 这款经典街吧 终于要换代了 这一家技术派日系 品牌日前在自家的这个官网上就发出了这则预告 直接宣布2022的SUVARU WRX 要来了 而且还附上Legends Only Grow Stronger 的表语 告诉大家这一回这个WRX 变得更厉害了 那根据之前海外媒体的消息 这新一代的WRX 依旧将会备有WRX 以及WRX STI 两种车型 新车将会居于SUVARU最新的SQP模组化平台打造而成 这个底盘在目前的XV 还有Forester身上的整体刚性 还有扎实度都很好 因此相信在这个WRX 这一款性能车上 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至于车身尺度方面 大家可以参考旁边的这个列表 它的这个轴距基本上是和目前的SUVARU LAVOX 是相同的 这个Size 看起来基本上可以算是一辆标准的C-Segment 至于在动力部分 全新的WRX 将会采用代号 FA24 的 2.4L 水平对握涡轮引擎 这具引擎其实目前已经是使用在一些SUVARU的车款上 像是 Legacy 还有 Outback 等等的 它的最大马力为 260hp 峰值扭力则是 376Nm 至于在WRX 身上 这个FA24 将会是一个更高功率的版本 有日本媒体就爆料说 它将会拥有 290ps 以及 410Nm 的输出 并搭配这个强化版的 Lineartronic CVT 变速箱 不想要 CVT 啊?没问题 那就选择性能更为强悍的 WRX STI 好了 它拥有高达 405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方面也是有这个 490Nm 的等级实力 非常的够 并搭配热血的六速手排 够香吗? 那当然不用多说的 这个新一代的 WRX 全车系自然都是拥有 Symmetrical All-Wheel Drive 对称式全驱系统 外加这个 Active Torque Vectoring 系统 而苏瓦路这回也会为这款新世代的 捷拔导入主动式电子悬吊 会根据这个不同的驾驶模式 自行去切换硬度的设定 相信在整体的这个舒适性上呢 可以追上现行的主流 OC 钢号了 而从外国媒体绘制的这家乡图 也可以看到啦 就这个新一代的 WRX 将会采用 类似 LeVoq 的最新家族式设计风格 不过它会多了这个引擎散热孔啊 还有像是这个暴鬼寬体这一些性能元素 整体看起来是会更加的garang啦 你觉得这样的 WRX 如何呢? 话说 Mitsubishi Subaru 新一代的 WRX 已经确定会在 今年的 10 月发表哦 你的 Evolution 不要出来咩? 嗯 最后就跟大家八卦一下 给大家看一组照片 你觉得这样的 Proton Hatchback 好看吗? 不过勒 其实这一组图呢 是由我国著名的这个改图大师 也就是 Teofilius Chin 所绘制的啦 不是整车来的 只不过会有这个假想图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之前 Proton 就曾经注册了 一系列的这个车名上标 分别是有 S 字母 V 字母 还有 C 字母开头的车名 其中这一张图呢 就是基于 S50 这一个车名所构想出来的 那这个 S50 又是什么车呢? 其实根据之前我国媒体的这个爆料啦 Proton S50 这一款车呢 很有可能会是基于吉利地豪 这一款轿车 所打造出来的一个换牌兄弟车款 它是一款 B-Plus Segment 的轿车 而今天这组假想图呢 指的则是所谓的 S50 Hatchback 讲到这个地豪 我们再度和大家复习一下啦 那这个最新版本的地豪呢 它依旧是基于之前的 F1 平台打造而成 之前我们也曾经提过说 Proton 将会开发一款代号 SS11 的轿车车型 那基本上就是这一款轿车了 它将会是 Proton Private 的接班车 那据说来到我国呢 将会搭载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估计就是 Proton S50 身上的那一具引擎啦 只是会是哪个版本呢? 目前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but anyway 你会希望这一款车 有这样的一个 Hatchback 版本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 这个美洲366 的所有内容 老问题一句 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些新车 你对哪一款车有感觉呢? 记得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分享出去 然后大大力为我们按赞 当然像我刚才所说的 记得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by bwd6